东华新世纪居民约500户3000人 是华东地区最早的大型社区 在东华大学立校之后 迁入人口是不断的增加 造成了社区前的T字路口 经常发生交通意外 那么在县议员林品阳的大力争取之下 增设了三道路三项号指灯 仅是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乡间小路上来往的车辆相当多 这里是离东华大学较近的一个社区型住宅 约有3000人居住 每天上下班时段 经常在路口发生交通意外 在县议员林品阳争取设置 三项号指灯之后 减少了T字路口的交通事故发生 因为上下班进出人车非常的多 现在的议员林品阳的奔走之下 就把路口的三色警示灯把它建立起 对我们社区住户的进出帮助真的很大 在社区居民以及乡民代表的陪同会刊之后 对于三项号指的设立 以及周边照明设备的建制 减少了社区治安死角 与交通事故的发生 他们出入为了安全起见 因为张议员还有现在的议员 我们林品阳全力征集之下 先产生这个三色红绿灯 等以后如果说正确需要的时候 在时段再改成有红灯绿灯这样的停止线路 县议员林品阳非常感谢花林县政府建设处交通科 给予48万元的建制经费 积极协助了居民在社区交通安全上的忧虑 这次也非常感谢我们花林县政府的重视 品阳也极力来跟我们县政府争取 灯光照明的部分 以及我们三色号指 我们红绿灯的建制 希望这个建制完成以后 能够为我们社区的交通的安全 我们用路人的安全 能够把关 让我们的社区更安全 长期关怀社区安全的县议员林品阳 希望透过会刊了解社区的需求 并争取相关的预算编列 有效地解决民众在治安交通上的生活品质 记者林杰 收工箱才某道 感谢观看